捧 要上步嘛 是不是 上這個步 你看 你現在捧以前 坐下來 這是不是正的 這要正的 坐吧 是不是 上步的時候 上步的時候 還是要盡量維持到這個力量 所以你上步是這樣上的 你上步是這樣 還是他為準 你看 是這樣上 他要盡量往後拉 所以你就不會是這樣上 你不會這樣上 這個支撐腿倒了 所以我往前上步的時候 你看 因為往前上步 他還沒有變實的時候 他是虚 虚的嘛 他是實嘛 所以他要保持到實 要盡量保持到他變實 所以我這個腳盡量往前去 往前去 往前去的時候 往前去的時候 他要盡量往後撐步 盡量往後撐步 所以我這個腳上步的時候 你看 他才可以 就算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還是要往後撐住 所以後腿 後腿不可以變成這樣子 更不可以上步的時候就這樣 不可以上步就倒了 所以我會不會上步 他會不會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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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until the weight is here but even the legge weight is here the support still going back 知道嗎 就算一個功夫眼也是一樣 你的後腿這個力量還是要往後撐住 你到一個階段練鬆了 是另外一回事 你看正曼琪的四指 他就是这个腿就松 这个腿松掉了 他是只练一个 只练一个腿 那是在这个的基础上面 可以那样练 你练五五你先要有 那个有了以后 有放掉得到的那个五 才有力量 你没有有 你要放 你要放什么呢 所以那是你的基本功 有的东西要建立起来 建立起来再丢掉 知道吗 过程是这个样子 丢掉的时候还在 丢掉以后他本来就在了 所以那个 那个什么看山是山 看山不是山 再看山是山 那个 看是山 那第三个阶段 跟第一个阶段 有什么差别呢 有差别啊 因为他先有有嘛 到无 无嘛 那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很穷的人 你就是无 无嘛 你没有没有什么可放啊 所以你就是无嘛 你那个穷 穷人的无就是无 无嘛 什么都没有 你努力了一辈子 你很有钱了 是不是 很有钱了 以后你说我把钱全部捐掉 或者全部花光 没关系 我又回到我很穷 可是你这个时候的很穷 你是包含了那所有的奋斗过程 得到的那个知识跟精力跟修养 跟所有的东西 你有你的气度了 是不是 有你的所有东西都有了以后 你变成无嘛 那你这个无 就跟穷人 一开始就穷的无 是不一样的啊 懂得吗 武术也是一样 武术的阶段也是这个样子 一开始练你是无嘛 你什么都没有嘛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不能叫你放啊 你放什么嘛 是不是 所以要先建立那个有 先建立那个有 那个有建立的越强 你后面放掉了 你的那个无就越强 可是矛盾就在 你建立的越强 你越难放 知道吗 挣扎就在这里 人生就是这样子 前半生累积 累积一直往上加嘛 那看你能不能后半生丢嘛 丢得越干净的人都越强 好 练武就是这个阶段 所以你在练有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练得非常好 然后你再丢 一丢 那个东西 那个无 那个空 那个无是很扎实的 懂得吗 空里面是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 那个空才是我们要的空 那个空是一个真空 没有用 所以太极拳也要经过这个 你不能一开始就空 一开始就丢 一开始就松 你松 你松什么 对不对 好 好 好来 还有几分钟